赵孟府,日书万字,终成一代书法宗师,赵孟府自紫阳号松雪道人,又号水晶宫道人,欧波中年曾属孟府,浙江无星金浙江湖州,仁南宋末至远出著名书法家,画家,诗人,宋太祖赵匡印十一世孙,秦王赵德方迪太,子孙赵孟府,从五岁就开始了书法练习,每日习千字文每天要写足五百指, 达一万字之多十几年从不停歇,但这样的训练也只能打下扎实的基本功书役自成一家,还要等到他遇见二王,的法帖以后照孟府书,昆山周怀云愿记,局部在无星隐异的时候,好友沐映龙的父亲,前朝高官沐衍,对他的提携,让他的书役显扬一时,沐衍虽然已经归隐,但在官场多年所经营的人望及人脉 军在凡有大臣即选要过无星,不会一会沐衍会被视为一种傲慢和不敬,得一言而退终身以为荣,赵孟府经常行走于沐衍门下,并向其请教学问,面对赵孟府沐衍表现得毫无免疫力,只要赵孟府请求老人家,都会倾力相助赵孟府,早年所写的一些重要悲客, 也都是由沐衍撰文,赵孟府,来书写如松江宝云四季,嘉兴重修如学季,上述两种剑金时文考略,卷十六季载,湖州庙岩四碑季,是古堂书画会考,卷十六季载,嘉兴鹿如学碑,六亿之一路卷九十九季载,中列庙季 吴都文翠续集卷十四季载,平江府重建三清殿记,玄尿冠三文碑名,上述二种剑吴都文翠续集,卷二十八季载,几乎到了非沐衍撰文赵孟府不输的程度,如上述平江府重建三清殿记,玄尿冠三文碑名,都是赵孟府恳请沐衍才撰文的吴都文翠续集卷二十八,后来成俱夫将满访衔时,赵孟府的名字出现, 在那张著名的贤者名单,上目眼的影响亦是不可忽略的因素,赵孟府书陆世宁,局部一二八四年五月行走于社会上层,起始于社会下层的赵孟府在无星的一家书铺里幸运地遇上了《纯化密格法帖》的二五八卷,纯化密格法帖,是宋以后书家的最爱,宋纯化三年九九二太宗赵光一令出内府所藏里的墨迹命汉 《纯化密格法帖》是书王著编刺,然后课程诗版,印制成册名纯化格帖,或称,纯化密格法帖,简称格帖,此帖共十卷,第一卷,魏力带帝王书二,三,四卷魏力带名臣书,第五卷是诸家古法帖六,七,八卷魏王羲之书九,十卷魏王羡之书,纯化密格法帖书法之道大体分为帖学和碑学,帖学一漫路径在于此, 有了三卷赵孟府便着了摩千方百计,想及其其余几卷,皇天不负有心人次年五月,赵孟府又的隔铁卷一,三,四,六,七,八,十共七卷,多了第八卷只缺第九卷了一月后打听到杭州康自许藏有此卷,便上门用多余的一卷隔铁, 再加上一卷六公权,铁将此卷换了回来终于凑齐了权制,至元二十一年公元一二八四年,五月至四年六月,赵孟府及的隔铁足本权制, 城市不易欣喜非常同年八月他写下长篇提纯化隔铁足本及隔铁答,赵孟府一生钟情隔铁, 时时加以观摩,铃府,至大二年公元一三零九年五十六岁的赵孟府,要临辩权制, 自此用六年时间,在六十一岁时将全部识卷通灵完毕堪称用公至深至秦书法之不丧死铁之则也, 是他对隔铁给予的极高评价赵孟府书心间举步对于王羲之,赵孟府推崇被制, 至近而大圣渡江后又将军王羲之总百家之公及重体之妙传子献之超义特圣故历代称善书者必以王氏父子, 为举首虽有善者,面以加以铁学与赵孟府的机缘或许如悲学与福山的机缘一样, 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有了隔铁拳卷,赵孟府日夜把完反复临摩这一时期, 他还临摩过王羲之的棉石铁,大道铁及王羲之薄姆铁, 书法水平得以迅速提高,经过千百遍的揣摩学习加上自己的内化创造, 赵孟府的书法艺术水平终于可以上下五百年纵横, 一万里富二王之谷开一带风气,成千古名家赵孟府林兰婷序,局部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年, 赵孟府被刑台试语使成巨夫举剑进剑原始祖忽忽必烈,忽必烈赞赏其才貌, 对他颇为理性,律润及贤职学士,济南陆总管府市,将这等处儒学提举, 汉林氏读学士等职,赵孟府书落审赴局部, 一二九一年,东石言学赵孟府小凯过情论券归杭州, 先于书,过天兮见后都称赏不已, 一三零七年春天赵孟府收得宋明宗书谱,他自己非常珍惜地说这本书谱六传而至他本人非常喜欢, 认为这是不可多得的宝物,并称希望子孙氏是宝之俗茶祥丸, 当有得者当年的九月六日,沐衍,为赵孟府书文复提写法语, 称其刑凯取尽变太词之妙,故有以发之,意味尝不自呼自之妙,而交相发也, 这也是沐衍这样的文坛泰斗首次出言为赵孟府发声, 确定他在书谭的领袖地位,类似的夸赞接踵而至, 不久后黄仲归提赵孟府因福经,凯书眷趁其比利经道不检幼君, 这也是同代人首次把他与书胜相提并论再次强调, 他在当代书谭的地位和价值无论如何, 此时的赵孟府已成一代书宗, 从此光耀千古赵孟府书无兴富, 局部赵氏能在书法上获得如此, 成就是和他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分布, 开得尤为可贵的是宋元时代的书法家, 多数只善长形,草体, 而赵孟府却能经究个体, 他的文章冠结石流又旁通, 佛老之邪后世学赵孟府书法的极多赵孟府的自在朝鲜, 日本非常风行赵孟府一生学书始终不离二王左右, 但又能吸纳古人的笔法, 贯穿斟酌自成一家所立唱的古法, 是直指晋唐书法, 他自己又能以复古变古, 而终成一代宗师。 给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自己不离二王杨 做梦子的疯底下 还没有用改静 刚才能以够是德国人的水平 以后变古人的那些気思想 他们已经随了一种加冷恶食 适量全体, 你可以脱致了一种非常主要的 安全保持那些